我支持目前不制定统一教材的政策 因为我想只要给一个教学纲要 我们可以相信老师的专业能够设计出适合的教材 达到我们纲要上面要教的内容 譬如说如果说我们历史课要讲授什么是228的话 我们不需要一个自信的教科书来讲什么是228 我们可以相信历史老师的专业 教导学生如何去阅读史料 如何去图书馆查资料 然后建构自己的历史观 跟建构如何去找寻历史的方法